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春 我现在在深圳的楼村站这里 听朋友说深圳的楼村是最穷的一个村 今天我们就去看一下 真的有那么穷吗 真的像印度的贫民窟那样吗 大家看一下 这些房子都是比较矮的 而且都是那种瓦房 应该是建了好多好多年了 就只有一层高 位置呢也是比较偏僻的 大家肯定没有想到吧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印象中的深圳呢 都是交通非常的发达 非常的便利 到处都是地铁高铁高楼大厦 很多房子都是很新很新的 特别是深圳的南山区 我在南山区住了好多年 深圳的南山区呢 是全国最厉害的区 今天来到深圳的楼村以后 我们会发现深圳有不一样的一面 原来深圳还是很大的 经济发展也不太一样 有一些地方还是比较落后的 就像深圳的楼村一样 朋友说它像印度的贫民窟一样 其实也还好了 没那么夸张 但是与南山那边相比 确实差距很大 这边还有露天的变压器 大家看一下 就像小县城一样 一般室内很繁华的地方 是不会有露天的变压器的 那些电线也都是规划的很好 所以不会看到有电线杆之类的 有变压器之类的 但这里有很多的那种小型变压器 还有很多的露天电线杆 大家看一下这么多 那里应该是一辆三轮摩托车吧 挂了好多衣服 后面是一个修理小店 修理电动车的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大家看一下 后面就是深圳的地铁站 这些房子应该是建了好多好多年的 都是很旧很旧的了 有可能都是微房了 不知道里面还住不住人 这里有个风扇是转的 证明里面是有人的 这些房子以后肯定都是要整改的吧 所以他们都不管了 如果还花很多钱去装修的话 有可能还浪费钱了 这边也有一个变压器 大家看一下 露天的 应该还是好的吧 应该是有电的 这个楼村呢 位于深圳市保安区公民镇东北部 东陵光明华侨序幕厂 北街东莞市黄江镇 它的地理位置呢 还是非常棒的 交通也是比较方便的 是深圳市的北大门 走面积有36.8平方公里 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村了 这个后面也有好多瓦房 大家看一下 就像农村里面那些瓦房 这里面应该是一个工厂吧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东西应该是中央空调 这里有一个饭店 但是关门了 景气比较小丑 这个是什么水果 应该是波罗蜜吧 结了好多果子 大家看一下 好多好多 这边是楼村的小巷子 大家看一下 看起来好窄呀 我现在在大街上 大家有没有发现 虽然这里没有高楼大厦 对不对 没有繁华的街道 但是路上非常的干净 想找一张纸都比较困难的 真的 为这里的亲戚阿姨点赞 我看到的市内有很多地方的卫生还没治理好呢 听说这个村很多地方现在已经在改造了 我相信不久以后这里肯定也会建设的越来越美好 好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关注 评论 点赞 收藏 我们下期 拜拜